哈喽 我是John老師 我們來看等比數列 經過有等比數列的定義和觀念的介紹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解這個非常基礎的問題 那我們已經知道這三個題目都是等比數列 那我們就可以依序去把它的空格填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什麼東西叫做公比 所謂的公比就是把後項去除上前項 所得到的就是一個比字r 所以以這邊第一題小題來算 第一項是18 第二項是6 那麼簡單來講的話我們就是把6去除上18 就會得到多少呢 就會得到1 3分之1 所以這就是第一項的公比 那既然是1 3分之1 也就是18乘以1 3分之1就變6 6乘以1 3分之1就變2 2再乘上1 3分之1就變成2 3分之2 這就是第一題 很簡單 那以第二題來講的話呢 第二題我們換個顏色 第二題第一個是a 第二個是-2a 我們一樣把後項除以後項 後項去除以前項 當然這是一條桿 這是分子的部分 這是分母的部分 也就是把-2a -2a去除上a 那再來aa就約掉 因為a不等於0 是可以這樣寫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的公比是r r就是-2 那既然r是-2的情況之下 a乘上-2就是-2a 那-2a再乘上-2就是4a 4a再乘上-2就是-8a 好這個就是很簡單的題目 那到了第三題之後呢 我們一樣我們只要根據這兩項 因為這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 -16是8的後項 所以我們只要把-16去除上8 這個就是後項除上前項 我們得到就是-2 公比跟第二題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既然這邊 從第一項到這邊是乘以-2 那麼第二項回到第一項就是除以-2 所以這就是-4 當然也可以驗算 我們把-4去乘上-2就是8 那一樣的道理再把-16去乘上-2 負負得正 所以這邊就是32 以上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那同學們只要第一步懂了 等理數列的定義了然於胸 那基本的會了 我想很多應用就可以以-1貫之 舉1反3 好同學們 加油